今日的ET个股推介是中铁390 简选原因是国家支持基建撑经济 近期考虑提前下达明年专项债限额15000亿元 为提前下达专项债限额的历尼最大规模 受惠政策为基建项目追加弹药 股份可以关注中铁 中铁第一季新签合同额是超过6000亿元人民币 按年有8.4的增长大幅跑赢期内中铁4.9%和铁建1.5% 也远高于市场预期 自至3月底为止中铁未完成合同额是超过48000亿元人民币 按年有7.7%的增长 盈利能力方面中铁在国内业务占超过9成 去年整体毛利率是9.6% 由于集团在毛利率较高的市政项目 和新基建领域当中新签订单增长强劲 有利业绩的表现 综合彭博的预测 中铁2022年的盈利预料会有1成2的增长 去到309亿元人民币 2023年预料就是增长1成1 去到342亿元人民币 2024年就会增长1成5 去到393亿元人民币 这三年的盈利年复合增长率 就是大约有12.5% 股份昨日就是收报5.19 逆市升了2.8% 形态上升穿了5月新延以来的下降轨 策略上建议5元以下收集 目标先看5月高位5.88 主要大行级业务目标价平均7元 中线可以参考 而跌穿7月的低位即4.6 就适宜减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